现在我们站着这个是三楼的空间 一样左右都要要求有房间的 那三楼的空间主要是 规划客房跟尊庆房的部分 我觉得重点强调是 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一面这道墙 为什么 重点是这个梯间呢 我们把一些材料 裁削下来的这个剩料呢 我们做一个再利用 去形成这道墙面 好棒喔 那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小小秘密就是 这边其实是一个公共卫的一个门片 这边还隐藏了一个门片喔 是的 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 一方面是化解这个我们这个门 对这个tiko的问题 二来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剩下的材料 再做加以利用 我想这个画面上呢 会比较更漂亮一点 此次的隔岸是一个偷天的一个暗形 所以它的每一单层的楼面的面积不大 所以它需要的收纳空间 其实还是相对的非常多 那像我们客房的部分 它是利用小孩子的这个床部的 这个衣柜的后面的一个麒麟空间呢 再做一些储藏室的机能 这样子呢 让每一层楼的这个收纳区块都可以分享 那我这样子完整的利用呢 可以是增加它的机能的 其实在我的设计作品当中 其实也有很多的设计是可以被影响起来了 像主户室那个更衣室的这个化妆台的仙桌 还有我们像那个客房的这个抽拉镜 那这个都是可以隐藏在我们的柜体里面 而不占空间的 我想这样子可以去稍微去利用到 可以增加我们房间里面的一个机能 哇 五楼的空间好棒哦 哎 校诚 这五楼应该是 无法把它所有的需求 如果在其他楼层不能达成的 全部整合在这一个层面了 是的 没错 这一层的空间呢 其实结合所有的一个休闲机能在这个里面 那其他的机能有这个 一个合式的设计 然后还有试定式 这样一个试定式的机能 那还有一个吧台的一个区块 那甚至旁边的厕所 还有一个洗衣间的这样一个机能 那其实这原本是一个栏杆的一个位置 对 楼梯栏杆对不对 对 那因为楼梯栏杆你要做试听式 那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影音的这个声音 会传导下去 所以我们在这个后面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造型 那我们也是用玻璃跟一个木座的一个样的一个设计 一方面是希望能够让这个落地窗的这个光线 能够能呆一点到这个我们Tico的空间 不会那么阴暗之外呢 二来也是做一些隔音上面的一个效果 那也使得这个沙发能够更稳定一点 更有一个安定感 对 所以它这边的话 就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造型 这个蛮有美感的耶 是 这个空间当中我觉得 你兼具了你设计的美感 那最重要的是你都满足了屋主所有的需求 这一点对 如果对我是小庄房房子人来说还蛮重要的 是 我想这个个案呢 在从起始设计到这个工程完成 我们想将近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那这个前置的一个沟通呢 我想是一个很精细的一个计划 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很精确的去把它执行的话 那到后面我们工程师做的时候呢 其实就不用多做一个讨论 他们可以 业主可以去做他们自己的事情 那我想从屋主这个眼睛里 透露出满意的笑容 我想这个作品应该就是非常完美完善的 每一张空间影像图 装潢前就已经让屋主充分了解规划的细节 如今都已经变成美丽的实景了 普普风圆润的线条串起每个空间 不但有空间放大的效果 简单俐落的设计元素也更耐看咯